2018年将近 湖南台明年的首部压轴大剧开始被观众关注 据悉 由安宁所著的同名小说改编的由张翰张军民主演的电视剧温暖的贤拔得头筹 该剧讲述了七年前 财女温暖与商界奇才湛南贤相恋三年 后来因为姐姐温柔对男友的暗恋 温暖忍痛与男友分手后远走英国 七年之后 温暖回国后 再次来到湛南贤的公司工作 这样就落入了游湛南贤 设计让他一步一步重新爱上前男友的温柔陷阱 该剧美女不少 帅哥更是如云 张翰饰演的商业奇才湛南贤 金泽昊饰演的计算机天才管替 纪萧斌饰演的军师高仿 梁大为饰演的反派boss潘维宁 李星哲饰演的小鲜肉刘锐 还有金超饰演的暖男富二代朱灵露 都是各有各的帅 张翰这几年的演艺事业颇为不顺 主演了好几部电视剧不能如期播出 原因都是因为与韩国演员合拍 好在《战狼2》里张翰的表演可圈可点 扳回一些人气 而这部温暖的弦 应该是张翰演艺事业再度辉煌的关键作品